上官郡主请上前 郡主家境如何 默默都已经叫我郡主了 还不知道我家境如何吗 见过川主川夫人 殷川好家 家中父母健在 父亲兄长皆在朝做官 姐妹也都嫁与贵人 姬川李威 你家中可有给你请礼仪教习 家中三代乌农 只有爹爹考中 但官太小登不了姬川宫 家境平庸 一母小天两休清风 川夫人 您刚刚问我什么来着 郡主在家可读过什么书啊 兵书 那是南紫桥的书吧 我从来不知道 读书还分男女 小女认为 女子读书 就是为了更好的服侍夫君 我们所嫁的 并不是普通人 而是新春宗贵的少主 最不可避免的出击一些外物 比如迷生 正式这些都是女子 不可以去出击的 至于内部就是少主的衣食 主持人的教育指导 上下的奔醒来 还有来内的账务青森 这类书籍 小女在家的时候都有涉猎 绝对不会让各位贵人失望的 六亿四书真知女工都不太多 唯独家肴品鉴上 我是想问 你还学过什么 侍奉夫君的规矩 其实在我们季川 都是一夫一妻制等 没有说一定要谁侍奉谁 如果两情相悦 那就会去月老庙立誓 然后去县衙登册 如果有谁违背了夫妻之间的誓言 那乡亲们都会制责她 那你对今后的日子 有什么规划 若是能如我所愿 我倒是想走遍九川 行侠仗义 我希望以后的日子里 每天都能看到夫君的笑容 今后的日子 那倒是没有想这么多 后院是平静而又祥和的 能有三个子女 等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 两个人还能一起去后院晒太阳 但我是郡主 确实多了一份责任 自然只能练好我的枪 护好我该护好的人 只是我认为今后的日子 是由现在的每一天组成的 两个人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 认真地过好每一天 吃好每一顿饭 就是最重要的 你也很想做 就是你 老公的 你不拥出 你也不会拥出 你也不拥出 你这个人 你不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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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一些 他们问的问题 我都没有预想过 你说我会不会被他们选上呀 就你刚刚答的 你肯定心想事想 肯定是选不上的 那我就放心了 小薇 你有没有办法 去那边的少主别院 去那干吗呀 你不是中午没吃饱吗 那少主别院的小厨房 做菜可好吃了 休想框我 说 请干吗 我没想框你 刚刚我留下 有听到新村主说 想让我嫁给尹琪 我不愿意 我想嫁的是尹松 尹琪是谁 尹松又是谁 你怎么还没有分清他们两个呀 他有十个儿子 我哪能多分清我 尹琪那是武少主 尹松是体长主 尹松是体 那你嫁给她只能当个侧夫人 我知道 我娘说过 这女子啊 只能在后宅谋生 后宅就是我们女子 要奋斗一生的事业 这跟精英铺面没有什么不同 丈夫就是东角 她的夫人 不过就是个难缠的管事 我既然来务工 那我就要选九川最厉害的新川 既然来了新川 不得找一个发展前景最好的东角 那不就是体长主吗 你不能这么想 你这么好 得找一个爱护你疼心你的人 小薇 我与你不一样 你爹只有你娘一个人 你自然对姻缘是有期待的 但我 我爹不是一个好东角 我想娘跟她一辈子 只因大娘一句话 我就被认作嫡女 被送出来和亲了 我没人依靠 我必须好好地 替自己未来打算 这少主边缘的菜 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走吧 行不行啊 不行 一定行 来了 来了 又见面了 这个大周五送菜也不容易啊 我帮你了 你是 我是刘少主公园的小妹呀 你慢了 前几日还见过呢 你这记性 今天吃什么呀 这个土豆和红薯 是不能放在一起的 土豆喜凉 红薯喜温 放在一起 要不就是土豆发芽 要不就是红薯加了鲜 你们一看就很少心厨房 我跟你们收到收到 如果这个 还一起的 一起的 一起的 这绅士和熟瓦啊 也不能放在一起 可穿味的 可穿的味呢 就管它 久穿女子拙选后 你就要成家 父亲还说 要让你开府上朝 但你整日里点儿当当的 交上来的文章别字满篇 我都看不下去 至理思每月考评上朝的少主 他们可不会给你留任何面子 老四 这个月他们怎么说你来着 用了相署里的句子 相署有皮 人而无疑 这是下一句是人而无疑不死何为 我给你四哥谋的职位 是智里斯的监视他们的上风 他们还敢弹劳你四哥 你自己想想又会如何呢 智里斯反正不会骂二哥 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要 你若是对我有不满 爸可以受罚写折子弹劳 只是千万别写折子 还别字满篇 丢进新川的里面 五弟 快跟你弟长主道歉 你还想不想开府了 开你 不是 我这不明白了 那么多兄弟都不争气 为何就偏偏指着我骂呢 你这是干吗呀你这是 真是抱歉 你竟然到各位了 六弟 破了我的棋局 六弟等什么棋 别把我弄斧了 对对对 我就跟你 你等什么棋啊你 这二哥这残局摆这么多天 别人都破不了 就你破得了啊 我 六弟若是对学棋有兴致 不若与我再手谈一举如何 六弟 你没事吧 你说你个笨娘子 你中什么棋尺 你中什么棋尺啊你在这儿 你看你胃病又犯了吧你 二哥 老六我这身子不好 你是知道了 都闻了 就你这么小棋尺 你都这个浓雪 你都走 你都带着好 你来 你先回去吧 我先回去吧 我目送你吧 去吧 我目送你 回去好好吃药啊 二哥 刚才二哥教育得对 小弟吃错了 这样 我帮二哥把那个鱼干收 我收鱼干啊 我 我来啊 我来 koş吧 姑娘 你这 去哪儿呀 小玉是 konkuren 参选女子好家 不慎迷路 还请少主 给祥宇指一条回去的路 路 路在那儿 你就沿着这儿往前走 会经过一棵柳树 然后你就朝右拐 走到头 然后呢过了院门再朝右拐 就到东西店了 多谢五少主 你怎么知道我是五少主啊 这么憨的 也不会有第二个了 瞎猜的 看来猜对了 太厉害了 是 走走走 来 我帘你过去啊 来 小心啊 在这儿 在这儿 这局棋倒是有趣 这破局者心思平平 看来是侥幸得知 但这布局者 善用腾挪阵风之道 使得这黑棋始终无法拓展 看来这先手者足智多谋 隐悟绝伦 直黑的这人才会吓呢 但抱歉了 你又不是敌长主 小女失言了 自作聪明 还请少主见谅 不要紧 刚才你说得很对 敌长主不会怪罪你的 见过敌长主 我 我这里有一些幸福 是我自己做的 就当抱大少主指路之恩 些许寒酸 请少主不要见怪 好 好 你跟着来 敌长主殿下 我这幸福大少了 如果下次有机会再见到您 我再给您带 哇 这幸福好甜啊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甜食啊 也是猜的 是不是 武少主 刚刚您说 是这条路往哪儿走来着 我忘记了 没事 你不用进了 我带你去 等等 我送你 毕少主 不是 我 是 谁是 什么事 别光会扫地 把那边也整理一下 好不好 然后去那边 少主 少主 您不是去拜见敌厂主了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那你的周全 就说魏同回来了 不愧是我家少主 魏同是您的救济 竟然可以信手您来当作借口 一般人可没有您这般机智的反应 你不用再流血白马了 这是个人就能想到我 怎么会啊 我就不行啊 少主做齐做全套的习惯当真是好 回到府里了还捂着胃 思虑周全 严谨 我是真疼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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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快去休息 快去休息一下 不不不 还是先去用膳吧 我这就去穿膳 大厨刘宝泉 是否您恩惠是自己人 一直背着菜呢 那个小牌 就是超水去过 阿姨俩 能不能上手两去 好饿呀 我叫姐姐怎么还不回来啊 好饿呀 这是最后一个菜了 好饿呀 好 饿呀 这饭你了就过了 还剩这么多 都吃不就浪费了吗 这饭你了就过了 刘宝贤 刘宝贤 赛呢吧 菜都准备好了吧 快快快 少煮回来了 让你没吃药 让你上菜 都什么时候了 还给我搞这个仪式感 我 这么快 正好 刘宝贤了啊 先传上 传完上去就用药 你妈这老包子 赶紧把药剪了 好不好 都说了 赶紧地跑起来啊 刘宝贤 我去配合你了啊 菜上来也不说一声 南瓜蒸蛋 下个菜快点啊 来了 来了 南瓜蒸蛋 少煮先多暖胃 蛋呢 一定是她弄错了 少煮 少等 少煮 桂花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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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了 少煮 白酸 颅蛋 西里面一样 哇 是吗 蚕豆百合 白酌卢死 糟了 没上灯牌的了 刘柏全 刘柏全 这个吧 刘柏全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 你躲着我也没有用 再出一样额头给你们一碗我 这该死的公归 白酌排骨 我回头再找你算账我 白酌排骨 一定是我之前的打开方式不对 劳烦这一次您亲自来吧 不 这是参选女子的预牌啊 怎么会在这儿呢 少主 好 真好看多了 后天还是歪的 你不懂 嗯 糟了 这人一时划贵 若在少主别怨 大概也是个少主 你是做什么的 哦 我是这里的士徒师傅 少主们的饭菜 都要经过我先试一试 这次还能端上去 这些菜都没事 我先走了 这用嘴亲自试读 我还是第一次见 你是 谁家悦女 谁家悦女 听闻这个六少主啊 体弱多病 难成大事 新川主就没有那么伤心了 这空里 就是看人下菜节的事 自然而然 就对六少主 没有那么在意了 这样说来 他还挺没有存在感到 六少主 六少主 那你说说看这六少主 他长什么样子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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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比较 朦胧 朦胧 展开说说 他存在感很低 在一群人之中 你很难发现他 就算他站在你面前 都有可能认不出他 在宫里若有四无的 你这描述的倒是挺准确的呀 改日我见到六少主 让他考虑你一番 那都不用了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士徒师傅 那 这里都没什么问题了 我 我先走了 你 您怎么了呀 抵抵抗 不计抗 不要抗 不要抗 不要 FX 不要抗 走了 走 你想 偈 快走 你没事吧 一 二 三 我要自己 回来回来回来 等一下 收起 收起 我现在不关胃痛吗 不能走啊 我不记得的是哪间院子了 也不知道它是谁 更不知道它胃疼有没有好些 我本来是想把它送去太医院的 结果它非说自己有事 要我把它送回少主别院 你说它胃都疼成那样了 还回少主别院干吗呀 它不会是想高发我吧 那我会不会掉脑袋呀 我 不会 不会的 你别害怕 你不认识它 它也不认识你啊 而且今天在大选 宫里这么多女子 就算是盘查起来 也不一定能盘查到咱们这儿 这天啊 马上就要黑了 天黑之前有可能 接你出宫的轿子就来了呢 到时候你人在寄穿了 天高人远的 他们上哪儿抓你去 这要是赶回家 就是吃莲藕的季节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吃什么 李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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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您的轿子 已经在门口候着了 这就来了 你想的真的来了 太好了 太太太 这新穿功身勿难的 你以后就是一个人了 一定要小心些 那我走了 走吧 我走了 等我回家 我就把莲藕寄给你 这么打一打 全都 全都 全都寄给你 快点 快点 这粉的你吧 这轿子 怎么是红的呀 当然是红的了 你是第一个的 穿主下肢丝荤的 丝荤 我当时夹着一次了 就知道六少夫人 您前途不可见了 六少夫人 六少主的侧妇 对 六少主 你赶紧上轿别握紫 你赶紧上轿别握紫 别操了 哎 您搞错了 没搞错了 没搞错了 哎呀 回来 莲藕 你怎么不过雪 等一下 印象公司 好 好 好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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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